三星現在面臨到的是前後夾擊 我們先來看到在股價的部分 三星在2021年是來到了 540萬億的韓元 這個時候是一個高峰 結果後來慢慢開始往下滑 到了350萬億的韓元 不過為什麼我們會說 它前後夾擊 主要就是因為 在所有的領域上 都有存在著入企的競爭 像是顯示器 有京東方等等 另外在家電也有海信 海爾 半導體的部分 也有長江存儲中芯國際 所以我們來看到 在這麼多的陸氣勢戰率 上升的情況之下 當然也就削弱了三星的營利 另一部分還有營業達 台積電 也通通都是超車的 所以三星的會長李在榮 就說這個最近數年來 確實為引領新領域 當然評論也認為說 正面臨的追趕著強烈的挑戰 那怎麼辦呢 現在三星就是要成立設備技術研究所 包含啟動聯合項目 推進技術開發 另外當然就是要培養技術人才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趕緊訂閱 開啟小鈴鐺